去年向左被爆出代义性回北京的豪宅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秀幸福 今年才跟着向华强向泰来到杭州 开始搞直播事业 并且频繁晒老婆孩子 被指掌握了流量密码 7月27日向左再次更新动态 这次他开启自黑模式 亲自读自己的评论区 众所周知 其实大部分网友对向左的评价都是负面的 向左发文说 听说大家都被我的评论区笑不活了 让我本人来看一下有多好笑吧 向左被工作人员问都在夸你还是在骂你 他坦然地说都在骂我 隔着屏幕都替向左感到尴尬 首先向左被这个影子给震惊了 原来是有网友评价他长得丑 但是并没有直接打丑字 而是用了下面这张图 乔栏杆的影子居然像个丑字 真是绝了 向左直呼要给满分 此前网友们都说是郭碧亭平日里不爱打扮自己 是为了不让老公回家 还说向左像是骑单车穷游 偶尔回家一趟的流浪汉 对此 向左否认自己不回家 并表示自己天天都回去 或许现在他确实天天都回去 但去年向左和郭碧亭一个在内地 一个在台湾 其实分开了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大赞郭碧亭好美好优雅 但是不知道向左有什么可夸的地方 有网友说你这种沙马特 在我们县城里 爸妈都不让和你玩 向左表示那就对不起他的爸妈了 自己尽量换个造型 向左一直被指面相不如爸爸向华强好 虽然父子俩看起来很像 但是向华强慈眉善目的 但是向左看起来就比较凶 所以网友感慨向左辟图后没那么凶了 向左表示自己其实没怎么辟图 还有小伙伴调侃向左越来越像撞撞妈 向左表示只要大家开心 那自己就是撞撞妈 还有网友夸赞向左越来越潮流了 很像孩子大姨 被工作人员问撞撞妈和大姨 选择当哪个的时候 向左果断地选择了撞撞妈 但是转头一想 撞撞妈不就是大姨吗 最离谱的是 居然有人说向左向下面这个网红 这位男子曾数次偷自行车被抓 并留下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至理名言 两人确实撞发型了 向左发布视频后 热评第一是网友喊话 他确实应该好好反思自己 不自律的人难成大事 不要带女人回家 这只是被拍到的 还有没被拍到的时候 要给两个孩子做好表率 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 还有网友晒出了向左回家前后的造型 喊话他还是回家吧 也有人安慰向左 称他其实长得不丑 就是老婆太漂亮 称得向左太丑 向左自称天天回家 其实很多网友都替郭碧婷嫌弃 调侃向左真是太难了 无论如何 希望向左能珍惜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并且好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未来也能更好地继承家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